可以看到這個禮拜呢 有蠻多美食要介紹給您的 首先呢 我們要帶您來看的第一個美食 就是阿給 提到了淡水小吃 當然很多人想到的 就是這個豆腐皮 裡面包著冬粉裹上魚漿的阿給 不過您知道阿給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淡水特產 其實是融合了台灣跟日本味 創始老店的第一代老闆 當年為了養家 就跟學過日本料理的太太 一起研發了這個特色小吃 吸引客人上門 結果呢 就在一次誤打誤撞的機會下 製作出了口感相當特殊的阿給 而且一賣就是三十年 接近中午用餐食客 淡水真理街上的阿給攤 生意已經強強棍 帶走嗎 帶走這邊的 你要辣嗎 兩個鐘 老闆娘楊惠珠 一邊招呼客人 雙手一邊忙著打包外帶 要滿足老饕的挑剔味蕾 從國中都吃到現在 對 吃起來很Q 而且不膩 而且想到就來吃 跟別家的口味不一樣 老淡水熟門熟路在地的淡江大學學生也是仕途老馬 更有國外觀光客 按圖所寄專程來這裡朝聖 知道我們家人就一定回來 怎麼問他就問上來 還有人從捷運站下 就開始打電話問 我現在在哪裡我要怎麼去坐什麼車 然後會走多久什麼都會想要吃就會來 讓人念念不忘的老招牌能夠毅力三十年靠的確實新鮮味 每天清晨四點開始 店裡的阿姨們就開始為了滿足客人而忙碌 阿家等於當天現做現賣 前一天先坐起來過夜都不行 不可以這樣不新鮮 都要當天做 這樣 那一天先坐起來有差嗎 有 有差 他做到這一樣要給我平衡 把冬粉塞進四角豆腐裡份量飽足 然後用魚漿把缺口封起來 做法看起來簡單 不過每一樣材料都有三十年的累積在其中 攤牙有Q勁的冬粉 在成為豆腐內餡前要先經過冷水浸泡 再拌上香噴噴的肉燥醬汁既上色又入味 阿家是用蒸的嘛 所以它比較耐蒸 而且蒸起來也比較Q 不像一般的那個什麼賣冬粉湯啊 鴨肉冬粉那種的 那麼它那個就比較不耐蒸 那個會爛 我們這個就很Q 所以你吃起來 我們阿家用蒸的 所以吃起來就很Q 另外特別定製的半手工豆腐 超級厚臉皮 面子裡只堅固多了豆香和口感 油炸豆腐比較薄 我們這比較厚 比較厚 對 比較厚 它的那個 它裡面的豆腐的成分 你看它白色的部分很多 那有些商店它做阿家 它把那個白色的部分都挖出來 那不對 那就吃起來就沒有豆腐的口感了 一定要 你就一定要保持原來這個樣子 就是看我們的功夫 你看我們阿姨做的那個 我做比較慢一點 它做的就很快 然後就那個豆腐吃起來 整個豆腐都吃得到 而加入紅蘿蔔的鯊魚漿 更得當天用早上從魚市採買的 才夠新鮮有黏性 它黏性要夠 你才能把這個封口封起來 黏性一定要夠 對 其實三樣很簡單的東西 冬粉 豆腐 魚漿 可是你單獨吃好像就是這個味道 可是你三樣合起來 就是阿給的味道 阿給的味道 其實有著媽媽的味道 30年前楊繪珠的母親和父親 為了養活一家大小 想要賣小吃增加收入 學過日本料理的楊媽媽想東想西 要賣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來吸引客人 她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看到那個有一個 有一個阿伯他就是賣三角豆腐 以前有三角豆腐 它裡面有塞 就塞東西然後上面糊魚漿 那我媽媽覺得 這個東西還蠻不錯的 然後她就回來自己 自己覺得那個三角豆腐不太小了 她就用這個 比較大一點四方豆腐來做 誤打誤撞就是 就做出來這個東西 而且那時候我們真理街 學校多 學生多 那以前的 沒什麼早餐店 那學生總要吃早餐 然後就從這樣子開始慢慢的賣 從日本炸豆腐阿布拉給 得到靈感的東粉豆腐 就這樣成了真理街上 文化國小淡水國中 和淡水商專學生們 和在地人喜歡的早午餐 以及小吃點心 我爸爸屬於人家 所謂的那個老 就是跟著政府來台灣 然後 然後在這邊去台灣 台灣小姐這樣 而且我媽媽他們那個年代 都受過日式教育的 對日本的食物還滿喜歡的 外省爸爸 台灣媽媽 日本料理和台灣食材 融合創造出淡水的特色食物 阿布拉給也從日本名字 換了台灣小名變成了阿給 1997年捷運通車之後 淡水成了台北人的熱門休閒景點 渡船頭老街賣阿給的超過30家以上 阿給自此成為淡水的代名詞 這個本來是 本來是從我們家出來 從我爸媽媽媽手上出來的東西 然後你看他現在 整個變成是淡水的一個名產了 那個意義 我是覺得那絕對是不同的 我爸媽在地下有知 他們覺得很光 覺得真的很欣慰很光榮 覺得哇 頂著傳承30年的招牌 假日永遠大排長龍 限量上千個不夠賣 平常日店裡也擠滿了客人 除了口味沒變 用報紙包裹的保溫方式 也一樣30年沒變 充滿了在地記憶 小心他 小心他 小心 來 阿姨 當時要給你一起 餐台前裝碗裝袋 舀湯加料 包裝收錢 每個人的手沒停過 泰勒化分工各司其職 才能應付湧來的前朝 收錢也會收到手痠 沒有那麼嚴重的 慢慢數 問楊慧珠為什麼不到人潮聚集的老街 或渡船頭找間店面 做得更大更多 他說人力有限 把好口碑留住才最重要 目前目標是把它守 我們把品質顧好 我們把它守住 然後不要讓客人流失 然後不要讓品質變差 然後口味不一樣 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老店怎麼現在味道不一樣 那就不會 要守住父母的自賣味 不為了快速賺錢 做任何犧牲 為了再傳三十年 楊慧珠堅持留住原味 每晚阿給 都要認真用心的給 看完了阿給起源的故事 接下來要告訴您的 則是三個大男人的千層蛋糕傳奇 你看到了這一款呢 在網路上目前超夯的千層蛋糕 它的特色就在於這個層層的蛋皮裡 包裹著是新鮮的當令水果 比方說呢 像現在炎炎夏季 就推出了這一個個呢 都是芒果口味的千層 鮮豔飽滿的芒果粒 點綴著千層蛋糕 顧客形容說呢 這吃下去喔 真的是超有幸福的感覺 而創造這一份幸福美味的 三個大男人 他們分別是四五六年級生 他們一起拼出的 事業第二春 光是一年下來的營業額 就已經突破了一元大關 它的口感很好啊 不會太甜 我是喜歡這個 整一層跟普通的蛋糕也不太一樣 一層奶油一層蛋皮 層層疊疊中還包裹著大顆艾文芒果粒 這款夏天限定的芒果千層蛋糕 給人幸福感 也就因為這誘人模樣 美好滋味 千層蛋糕已經要居 網路蛋糕人氣第一名 同時創造出一年營收超過一億元的超級戰績 這批網路黑馬千層的背後 是這三位分數四五六年級生的合體創作 負責量產的料線瓶穩重踏實 直接面對客戶的無天能 善於觀察 專門研發口味的周振傑 總是天馬行空 但大卻是星系 當初在開發千層蛋糕的時候 光研究這一個內餡的重量跟蛋皮的乘數的時候 就花了大概三四個月的時間 那所謂黃金比例就是說 如果你內餡太多 皮太少的話 吃起來就是非常的油膩 看似容易做起來卻不簡單 抹刀上的橡皮餡料 透過轉盤 平均的分布在蛋皮上 沒層抹的厚度得恰到好處 否則內餡太少 厚達十三層的蛋皮一口咬下 就不夠順口 周振傑是做傳統蛋糕起家 他在網路銷售 一下子就衝到第一名人氣 三年半前加入新團隊 這才開啟他的創養千層 所謂創意指的就是 在千層裡面加入水果餡料 像是泡了百蘭地的黑櫻桃 或者是正當季的芒果 因為芒果裡面終於有紙 那在消切上就有很大的困難 然後再來就是 芒果的含水量非常的高 那要怎麼放到蛋糕裡面 它的水分就不至於會跑掉 這要在技術上 要克服很多的困難 然後他又在提拉米蘇口味上 耍了手段 人家是用海綿當夾層 他改用蒸了咖啡液的手指餅當夾層 這樣的搭配更展現提拉米蘇的風味 它這個是用噴灑的方式 然後把料噴灑下來以後呢 它就用那個風把它吹得很均勻 讓它分布均勻 形成一個薄片的方式 千層蛋糕之可貴 就在沿著一張張金黃透亮的蛋皮 0-3公分是測試過最佳的厚度 製作的難度就在於 機器火候的控制 還有雞蛋和牛奶比例 看它的顏色 油花的分布是不是很均勻 然後呢 還要看它的軟Q度 要做蛋糕的蛋皮 它的特性就是要入口即化嘛 所以這個越軟的話 就表示它的保水性各方面都很好 千層蛋糕蛋皮一疊就是十幾層 所以蛋皮口感很重要 成功的蛋皮做出來入口即化 失敗的攪起來就像橡皮筋 做布丁起家的料線坪 九年前花了五百萬 從日本買來這台蛋皮機 當時只是專門生產蛋皮 供應給知名咖啡連鎖店 沒想到在超級經銷商 無天能的牽線下 促成了千層和蛋糕的合體 從陌生到熟悉 從真職到信任 三位男士 開始了他們的美味計劃 公司要開 要往豐培這邊來做的話 周師傅它那邊是一個小廠 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大家就一加一加一 結果避想不到超過六的倍數 無天能這位專門和客戶交手的經銷商 曾經旗下就有五百位 像是夜市或攤販的客戶 所以他最抓得住顧客心理 於是他辦網路票選 要網友選出最喜歡吃的口味 然後將它們拼裝組合起來 這樣一次就可以吃到四種口味 既划算又有滿足感 吃的是的是的不可以換 換我們內部就大亂了 這種拼裝蛋糕一推出 訂單如雪片般飛來 一年熱賣14萬個 把同業打得落花流水 但也不是每次都成功 像是焦糖杏仁口味 在銷售數字上就吃了大憋 客人吃的十個有兩個 三個跟我講太甜 再推出一個禮拜 我就知道 就持續在注意這個問題 第二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還是持續 就趕快下家了 也一度因為爆量趕不衝破 讓三個人在母親節當天 說出的對不起 比出生到現在還要多 那一天光聽到電話聲 手都會軟 對 那現在呢 現在啊 驾輕就熟 輕鬆愉快 已經訓練出來的 小事 一小步 成功來自於一次次的失敗 現在一口咬下 這千層蛋糕的口感層次 全都跑出來 再加上各種當季水果搭配 停而不逆的驚奇感 大大悉情 在三位男士打造的美味廚房裡 千層蛋糕不只是單純的千層 而是堆疊著人生第二階段的創新 盼你再出發 好 剛剛看完呢 是網路上最夯的團購蛋糕 而接下來我們要帶你品嘗的是 網路最夯的甜點 就是你看到這一個一個小小可愛的 馬卡龍 這個起源於意大利 發源於法國的貴族小圓餅 是好多糕點師傅都不敢挑戰的甜品 因為呢一個不小心你看到呢 這個馬卡龍的表皮喔 就會軍列考壞了 不過在高雄卻有一個七年級的女生 叫做Teresa 她特別跑到了法國藍帶學手藝 還把自家的豪宅廚房當做工作室 創造出了二十種口味的馬卡龍 你看到這一個一個直徑 大概才三公分的小圓餅 就要賣到七十塊錢 雖然價格很不便宜 還是深受顧客的喜愛 而且短短半年之內 Teresa已經成為網路最夯的馬卡龍師傅了 還被封為是大師的接班人 粉紅 鮮黃 嫩橘 水藍 一個個小圓餅 五彩繽紛 華麗風雲 這是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歐洲貴族點心 馬卡龍 琴琴舒嬅樣樣精通 還有173公分高挑的model身材 她是Teresa高雄遠洋漁業千金 但一個豪門公主和馬卡龍之間有何關聯 哈囉 Teresa 歡迎莫蘭 高雄120坪豪宅的廚房 就是Teresa的個人工作室 料理的不是山珍海味 正是甜點之王馬卡龍 現在要做那個Italian Marais 就是義大利蛋白霜 然後你就要一邊打蛋白 一邊煮糖漿 馬卡龍起源於義大利修道院的杏仁蛋白點心 16世紀傳到法國 受到路易十四的喜愛 後來巴黎名廚Pierre Homme 研發改良成繽紛可口的時尚小圓餅 從此成為名媛淑女的最愛 馬卡龍她困難就在於 每個地區的積牙不一樣 那生出來的蛋白也都不一樣嘛 每天蛋白都不同 它每天烤起來都不一樣 說起馬卡龍頭頭是道 Teresa五歲學鋼琴 16歲到加拿大讀書 領著多倫多大學金融系高材生的光環 Teresa擁有公主一般華麗童年 依照父母的安排 本該接下家族企業輕輕鬆鬆當CEO 但她卻180度人生大轉彎 放棄輕輕生活 選擇在廚房做粗活 那如果說你辦太多 它就沒有辦法成型 它就不會一個一個 它就會散開像一滩水 那就烤不起來了 那如果你辦得不夠多 它表面又不會這麼光滑 一定要用手工 所以在法國的馬卡龍工廠裡面 都是男人 因為每天要辦好幾公斤的那個 你知道辦到後來 手會脫臼的嗎 但你右手也很重 其實是很結實的 剛開始我真的不能接受 她在雪地裡頭 夜裡三點鐘 走到那個下雪是零下三四十度 去坐公車 那個雪是深套小腿 然後我哭了一個禮拜 我想我女兒這樣太辛苦 我想妳要玩 妳就玩個明堂好了 我說那妳到法國去 Teresa在母親支持下 投入了千萬學費 先在法國藍帶 又進了知名的本路學院深造 天生有藝術美感的Teresa 也沒讓家人失望 精緻的藝術蛋糕 Teresa成了加拿大 小有名氣的甜點師傅 但最後決定專攻馬卡龍 其實是為了媽媽 最早的時候 我跟媽媽去日本玩的時候 就吃到了Pierre May大師的馬卡龍 那時候那個馬卡龍 一顆要175塊 可是太好吃了 那時候台灣還沒有 那我們就覺得驚為天人 那我就會在國外做好了以後 把空運回來給媽媽吃 我每天中午回家來吃飯 一定要一進門就跟他說 我今天可以吃什麼 今天有什麼好吃的 因為做給媽媽吃 又受法國甜點嚴謹訓練 Teresa堅持頂級的食材 蔬果的話都要有機的 雞蛋不用說一定都是土雞蛋 我們會特別去從農場那邊訂來這樣子 那牛奶也是特別從農場會訂來的 就連我們家的香蕉啦 什麼全部都是特別從農場訂來的 沒有一絲化學香料 所有果醬是新鮮水果製作 蛋白要用土雞蛋 玫瑰花瓣是法國和南投的有機貨 巧克力則是用巧克力界愛馬仕之稱的 法國法芙娜 還有4000元一瓶的粉紅香檳 以及高檔加拿大冰酒 都進了Teresa的廚房 但要烤出100分的馬卡龍 難度之高可是會讓一大半甜點師傅 舉白旗投降 他的馬卡龍卡好了喔 Teresa的玫瑰馬卡龍出爐 光滑酥軟如蛋殼般外表 珍清美麗的蕾絲裙板 小女孩的功力已經直逼大師等級 但這可是失敗了幾萬片下的辛苦果實 一直到現在試驗是成功的 可是梅雨季節來的時候又失敗了 太濕了然後馬卡龍就吸收太多濕氣 它就會脹起來 那發像就會爆炸了 克服了溫度濕度 Teresa還把內餡甜度降低 更創造出20種台灣獨有的口味 台灣的馬卡龍不夠多樣化 那我是覺得說 每一種Recipe都超級大師的 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每一個Recipe都是我自己想的 於是檸檬會跟薰衣草搭配 白香果可以加牛奶巧克力 咖啡和Bellis奶酒 藍莓也能和起司結合 每一個馬卡龍天然卻鮮豔 豐潤又美味 來 媽媽請用 哇 美飯 好漂亮喔 謝謝媽媽 Teresa的馬卡龍不光是頭號粉絲說讚 小小一個要價70元 貴得跟名店大師有得拼 半百貨公司 咖啡廳 網友 真相訂購 過年期間 他還一次接到3000個大訂單 有一個人說 吃了我的白松露的馬卡龍 讓他整個味蕾都活起來了 他說做甜點都很快樂 對 做的時候不管快不快樂 可是客人收到都很快樂 我覺得他是 真的是小小的幸福的一個代名詞吧 即使每天要在廚房 凹上12個小時 但回台短短半年 已經賣出了兩萬個小圓餅 千金Teresa用雙手慢慢圓自己的夢 也要把這一份幸福感 分享給吃到的每一個人 吃了我的馬卡龍一定會幸福 歡迎您再度回到節目現場 聽海音說故事 在前面的節目當中 我們介紹了千金名媛最愛的馬卡龍甜點 不過講到馬卡龍 就不能夠不提到這一位 親目定制 這一位來自日本的甜點大師 他原本是一名賽車手 受傷之後 因為不能夠再回到賽場了 於是跑到巴黎去學做甜點 才短短幾年的時間 他已經被挑剔的巴黎人 選為是當代最優秀的甜點大師 而親目定制最著名的甜點 就是你看到這一個一個圓圓小小的馬卡龍 被譽為是全世界的No.1 而親目定制之前 短暫來到台灣 也接受了台灣一千零一個故事的獨家專訪 大師說 當初為了找出馬卡龍好吃的秘訣 他可是整整花了三年的時間 另外他也形容自己 在成為第一名之前 堅持的態度就是永不放棄 絢麗金光閃爍的巧克力和酸甜百香果 以及慕斯的謎琴三重奏奢華友人 新鮮草莓和卡士達奶油 將巴黎經典的布列斯塔式泡芙 呈現得清新甜美 還有金雕細琢 東西融合的紅豆千層派 一塊塊兼具美感與美味的甜點 猶如藝術品般 陳列在黑與白的甜點沙龍 這是大師的念堂 青木流的美學 讓人目眩神迷 口水直流 而讓全球引頸期盼的甜點大秀 即將登場 短暫來台的青木定製 史無前例在鏡頭前公開製作秘密 因為青木定製的馬卡龍 被甜點界譽為世界No.1 每一個直徑只有三公分 價格卻高達九十元 比一個雞腿便當還要貴 這一個個色彩繽紛 從覆盆子到玄米茶 從黑芝麻到蜜桃肉桂 多種口味的杏仁小圓餅 究竟有何神秘魅力 讓人散盡千斤 也要吃它一口 馬卡龍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製作出外皮內餡口感 三者都完美無痕的極致境界 大師攪拌的方向 力道 頻率 都是精算出的結果 沒有一個細節可以馬虎 對 對 這個 就是要像這樣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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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抹茶和杏仁糖霜混合的材料倒進去一起攪拌 然後再次攪拌 甜點做到一半竟然喝起香檳 雖然貴為世紀甜點大師 但青木定制帥氣又帥性 小時候是個愛打架的叛逆少年 青澀歲月時還當過日本賽車手 後來因為受傷沒辦法返回賽車場 一向對美食無法抗拒的青木定制 改行學料理 接觸到甜點時 就此墜入甜蜜世界無法自拔 沒有理由 我完全不明白 但是很開心 我把材料觸動和蛋糕製作 我在蛋糕製作 我成為蛋糕製作 我成為蛋糕製作 堅持拿第一的青木定制 二十四歲就到甜點搖籃的巴黎學習 奶油堅持用米其林餐廳指定的發酵奶油 麵包要用粗粒研磨的法國小麥粉 巧克力則選義大利最頂級 食材堅持不容許一絲妥協 一個不會說半句法文的日本人 從零開始苦修法文 學法國人的言行舉止 用法國人的思考方式 更用法國式的美感創作甜點 還花三年時間四處尋訪 好吃馬卡龍的秘訣 果然不到一年青木定制就拿下法國甜點大賽冠軍 之後獲獎無數 2001年三十歲的青木定制 在巴黎開設了第一間個人工作室 開始為上流沙龍茶會和飯店製作甜點 四年後他的馬卡龍擊敗各國甜點大師 獲得巴黎最好吃馬卡龍的殊榮 2009年被評選為法國前十五大最頂尖甜點師傅 2011年更被選為年度最優秀甜點大師 吃甜點幾百年的法國人 味蕾竟然被一個日本人征服了 這是把這個拿得稍微抓住 當中粉絲要是這個大小 每個動作就像機器一般精準 每個圓餅要求大小一致 撒下杏仁片 卡龍準備進烤箱 调考时间一个个绿色小圆饼 在热力电力的烘焙下完美出炉 外皮光滑发亮无一丝裂痕 怦然而起的蕾丝裙摆 展现马卡龙贵族身份 好好的马卡龙是炒得了 让它们尝试一下 它们尝试一下 很热 很热 中间的眼睛是很滑的 外面是酥酥的 里面是非常细 然后又软软的 外层酥脆如薄雪 轻盈如羽毛 但里层却是绵腻饱满 几乎找不到空隙 吃进嘴里 有点黏却又不致黏牙 体态与口感 完美到就像法国人对马卡龙的昵称 少女酥胸般 令人垂涎难忘 世界第一的马卡龙 果然名不虚传 大师的作品 至于中间的馅料 青木大师舍弃一般传统内馅 而是顺应台湾库下改用抹茶冰淇淋 还有用台湾芒果做的芒果冰淇淋 马卡龙全是台湾限定 一个要价九十元的青木马卡龙 光是一天一家店 就可以卖出一千个 全球九间专卖店 靠着这个杏仁小圆饼 一天营业额超过八十万台币 东京专卖店光是情人节一天 就创下一千五百万日币的惊人业绩 法国影新苏菲马索是头号粉丝 像奈尔CD等时尚大品牌开party 也指明要吃青木定制的马卡龙 就连美国最著名的雕嘴美食记者 都封他是本世纪新一代甜点大师 打破只有法国人当选的惯例 或许就是这一股精神 让蔚蕾最挑剔的巴黎人 甘愿把甜点大师头衔 拱手让给一个亚洲人 青木定制不只制作出 世界第一名的马卡龙 他的名字也成为数百年甜点历史当中的一页传奇 提到了星光大道这个选秀的传奇人物 你应该会想起小胖林玉群吧 去年他参加了选秀节目而一戏爆红 因为他唱了惠尼休斯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而扬名国际 国外媒体呢 把他封为是台湾版的苏珊大婶 但是其实小胖今年不过二十五岁 年轻的他怀抱着梦想一炮而红 但是念书时也曾经遭遇校园霸凌 不过他说不要怕大声唱歌就对了 同时小胖也要教观众跟海音如何用丹田来唱歌 更厉害的是他唱歌的时候 居然他的宠物狗也会跟他一起哼唱呢 连狗狗都可以训练跟着合唱 果然是什么人养什么狗 去年小胖在选秀节目 唱出比拟惠尼休斯顿的天籁美声 一举扬名国际 他唱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 甚至被网友评为不输原唱 还有人读舌说 惠尼休斯顿下次开演唱会 干脆请小胖代唱好了 爆红后的小胖虽然活泼开朗 但他说以前老是因为身材而遭霸凌 是会就是被我拍影响然后跑走 就哈哈笨蛋死胖子追不到这样子 因为身材还有特别的发型 有人说他像陈菊 像严青彪 还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 之前还有人说我像郑雅妮 可是我觉得郑雅妮应该会哭吧 我问他有尝试过减肥吗 接受他放下他 就现在反而可能也成为我一个标志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减肥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你唱歌的共鸣 这个我必须说老实话 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受过 真的我无法体会受着唱歌的心情 对 但应该就是有一些很厉害的十一派唱家人 也是受受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办法 对 最近则是尝试针灸养生 他一扎一扎就就 一抖然后针海喷出来 真的假的 我内力很足 即便如此才25岁的小胖 还想再瘦一点 海银姐我想请问一下 像你们主播 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在镜头上 看起来脸比较小 有啊 我帮你修筷好不好 好啊 好 来 小胖我刚叫你化妆 现在欢迎教我唱歌咯 好啊 那我教你唱一首 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 那跟我一起唱 好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觉得其实唱高音要厚实 有一个技巧就是 尽量把你嘴巴张开 然后其实唱法会有点像 打他肩胶 的这种唱法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除了唱歌 小胖其实也爱吃 最常去住家附近的汉堡店 哈啰老板 我要一个特制小胖宝 因为常光顾老板都会帮小胖特制汉堡 让他可以开心的大块朵頤 那你可以透露一下你现在几公斤吗 大概都是 但其实我範团很大 我觉得可能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早餐不吃或者是怎样子 我就好几公斤在跑 就是我现在範团大概都110到120公斤而已 10公斤的範团 对 因为我只要就是 因为我也很会流汗 所以我一运动 然后其实就是水分代谢掉 然后就其实就轻很多 不过大口吃完汉堡后 要爬楼梯运动一下 别看小胖圆滚滚的身材 他上下楼梯可是身轻如燕 不过最让他困扰的不是运动 而是流汗 小胖这是你擦汗的毛巾吗 对啊 我示范一下我平常擦汗的样子 因为我很会流汗 所以说我一定要这样从里面伸出去 然后这样压压压压压压 这样才不会弄乱发型 然后再竖一下 然后我的圆圆的香菇头 就出来了 就回来了 很有个人特色的小胖 虽然24岁就尝到爆红滋味 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他说不要怕 大声唱歌吧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听海音说故事 那宜兰有位国中老师叫做林淑慧 十几年前因为课业的压力 导致她疾病缠身 当时身体虚弱到 才站个两分钟就会喘 长期病痛下来 经过了一连串的治疗 林淑慧才正视到 原来健康是可以从蔬果当中取得的 接下来我们赶紧一起看一看 酵素女王的故事 屏东腻阳又毒又辣 凤梨就在这个时候 结成了最佳果实 日震当中巡视弃作果园 大家汗如雨下 这时候真的口渴到了极点 果园主人郭老板立刻摘下凤梨 利落削去外皮 让大家解渴 也让大家尝尝 这种不喷农药 不加荷尔蒙 种出来的凤梨有多不同 你看我们的凤梨削开来 它里面呈现是比较淡黄色 不会像一般如果你有荷尔蒙的 你看水分比较多的话 削起来里面整个是水分太多 那整个它是黄色的 很黄 对对对 那我这个是比较淡黄色的 对对对 实际点 有不当外力介入 影响的是果肉颜色外 口感上也会有差异 你吃到我们的家里 没有蜂蜜蜜蜜的特色 我们在鲜蜜蜜蜜蜜 你吃到都没有蜜蜜 你如果那个荷尔蒙比较重的话 你那个纤维纸就会比较粗 然后你在吃的时候 舌头啊嘴巴就越容易破 对 吃这个完全都不会 一口接一口吃得津津有味 这年头讲求健康 吃进嘴里的每一口 都要让人放心 就是要求得这份健康滋味 孝树女王林淑慧选定 就将这份健康产业 落脚屏东 有非常多很棒的水果 比如说像凤梨啦 像木瓜 莲雾啦 像柠檬啦 番茄啦 有很多的都是在我们南部 尤其是在屏东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地取材不但可以这个很方便 而且对于未来如果量大的时候呢 我们更多的器座呢 也可以供应我们外销 如果没有心情跟作哪来甜蜜果实 郭老板坚持不用农药的试作方式大受日本人欢迎 所以他的凤梨全部外销日本 如果和我们它的果糖多是要大大 在市面上在卖的时候 因为台湾的市场的话重量 因为单位产量会增高 没有错 可是当你拾了太多肥料太多荷尔蒙的时候 你的产量虽然增加了 可是你就失去了原有的凤梨它的风味 它它的糖度也会直接降低 而林书惠想要发展的酵素产业 就需要这种纯净没有污染的水果 于是两人碰撞出合作火花 我们郭老板这一边 它是完全没有农药 完全没有打荷尔蒙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做食品业 食品加工追求完美 这是一定要 我所认识的林董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凤梨在酵素的成分里扮演着药引的角色 另外还要加入50几种蔬果才能制作出酵素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之后 发酵之后我们的这些植物的蛋白质 转化成氨基酸 变成比较小的分子 所以我们在吸收上面会比较容易 刚才我们看到了国中老师林淑慧 曾经因为受到了疾病所苦而吃错药 最后尝试从蔬果当中取得健康 没想到还因此成为出众的女企业家 不过也因为她完全没有行销经验 所以她也自创出了一套叫做三五哲学 什么是三五哲学呢 这故事我们继续看下去 为了发展酵素产业林淑慧 清袍果园和果农面对面接触外 其余时间就是批不完的公文 不过过去忙的是改不完的考卷 因为十年前林淑慧可是一位 对生物科技一窍不通的国中国文老师 自我期许加上课业压力 健康亮起了红灯 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不好然后又感冒 感冒又吃西药 西药有时候吃了超量 因为想说没有声音 然后要赶快有声音 所以自己知道超量了 可是没有办法 像这样的情形 就是又把我们的肾脏又弄得更糟糕 所以说在肾脏比较 机能比较不好的时候 身体跟头脑都觉得一直在一个晕眩的状态 所以就很不好 那后来也有吃到 不小心又吃到 有加了这个 有加了这个内护唇的黑药丸 那就更糟糕了 几个 这差不多都差不多像月亮脸那样子 身体上饱受疾病所苦 精神上更是出现严重忧郁症 林淑慧一路走不下去 最后遵守医嘱持续治疗 再搭配健康食品 身体状况才渐渐好转 他也因此积极投入生计产业 老师性格使然 他有着一世在世的精神 产品推出后自己促销 对方拒绝他三次后他才愿意放弃 同时也督促自己五分钟法则 因为拒绝只是拒绝你这件事情 并不是他否定你这个人 所以心情上就不会太难过 那即便是真的遇到打击 遇到有难过的事情 也不能超过五分钟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你难过的时间不能太久 五分钟就要结束了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正面的事情要做 所以我很容易把自己的心态心情转念 成为一个比较乐观积极的人 既然下定决心要做让人可以健康的食品 最终原料取得就相当计较 计较的是它的成分是不是最天然 以及制作过程中 不加入会让人体扣分的天佳物 这也因此零淑慧很自豪 在他坚持的态度下 安然度过当前最流行的风暴 很踏实的 就是用这些新鲜水果去发酵制成的 所以这一次的塑化剂的风暴 对我们来讲一点影响都没有 因为本来食品安全 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要求 就是一个基本 还可以看到尽管是做食品的 还是依照药品规格 来打造无成空间 甚至户外环境也都绿美化 他希望在这边工作的人都能有好心情 这样才能开心制作出让人健康的产品 从国中老师摇身一变成了生计动作 林淑慧让本土农产有了出路 也让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大发挥 您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为您介绍过 健美情侣党奋斗的故事吗 这回情侣党呢更是要教台湾1001个故事的观众朋友们 久坐或久站的上班族要如何疏解酸痛 大家好 我是萱萱老师 我是阿泽老师 今天我们要教你们是上班族如何做运动康复的动作 在你上班的时候呢 也可以调整你的身体哦 平常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把你的双手常常放在键盘上 还有拿着滑鼠 造成了手指头麻木 还有我们的手腕很紧张呢 其实呢在你工作的时候呢就可以常常做这个动作 然后呢让你的手指头跟手腕舒缓一下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哦 将你的手指头十指交扣 OK 深吸一口气 然后把手心往上翻 对 然后突起的时候把手肘再夹靠近 好 感觉在你的手掌的地方觉得延伸 手腕的地方感觉放松 然后再借由这个深呼吸之后呢 我们做肩膀的下沉的动作 好 这个动作主要可以伸展我们的掌肩肌 以及我们手腕八大王骨的关节放松 避免压迫 因为我们的手指头呢 常常因为在活动的时候呢 还有长时间的使用 过度的造成我们的手指头的麻木 如果您是九站的上班族 该如何解决你小腿疼痛 还有下肢循环不良的问题呢 首先呢我们请阿哲老师示范 首先请你找到一个固定物 墙壁或者是桌子椅子都可以 只要能够固定你的身体的 好 将你的双手放在固定物上面 好 深吸一口气把你的臀部向后拉 这个时候你的下背部就可以达到一个延展的效果 接着呢把你的脚踝做勾起来的动作 哇 你现在就可以感觉到小腿被拉长 刚刚很紧绷的感觉马上就会瞬间消失哦 好 在这个动作呢做吸气吐气 然后慢慢的得到一个放松 以及伸展的动作 当你 让你 改善你久站的时候 你的下背 臀部跟腿部的一个不舒服 还有一个下肢循环不良的现象 接下来要上来咯 首先把膝盖微弯 收腹拱背上来 感觉你的脊椎是一节一节的往上拉长 接着以后呢 把脊椎拉长以后肩膀放松 OK 这就是我们前弯勾脚的舒缓动作 别忘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